骨子人生是中部一定的主要问题 向老大人选择保佑骨头地食是很重要 尤其是医疗有主要较不足的分离人害地区 高峰的予料下等这几个都要查到骨抗医疏 向中部选择宜宏骨子人生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不可以像这样 医疏向中部说明以向骨子疏伤的相关地食 随着年费的增加骨子疏伤已经身为中价经常遇到的问题 不过分人厌害地区的中部因为医疗主要不足 我都接受到最健康的医疗地食 造成骨子疏伤的状态中 为处口的予料下等这天就邀请到骨抗医疏来到现场 除了跟中部如何健康来以向骨子疏伤和保佑 也让他们了解到荣耀安全的中药 他就是这个老师来说的这些老人听 医生说的这些老人听 像说他说台语 大家在听也听有 如何保佑 骨头疏伤 吃什么药 这些老人这样感觉 就听起来不错 有需要 老师就跟我们说 也有需要用 不然老人都不知道这些 要怎么用度 因为讲这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骨子疏伤的问题 一个是那个用药的安全 那因为这个年纪大一定骨子疏伤症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一般都现在目前的观念就是会加强这个骨子疏伤的防治 避免跌倒之后造成的一些骨折 那乡家人因为这个用药的问题 有些人因为用药取得不方便 所以用药安全这一部分也会教导这些 这些乡亲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正确的用药观念这样 而了哈登表示 因为社区中部的台博困 都有骨子疏伤的问题 这次才会邀请医生来告行中医中部上口 这样子中部也都借了这个机会向医生来问问题 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专业医生来帮中部上口 让他们可以收到更多健康的医疗地形 因为骨头就走就没问题 要老人我说 我刚才跟他们开玩笑 反是说我们还可以穿更多 偏向中部这些吸收的医疗地形 常常没症下还是过时 而了哈登邀请医生来上口 就是要让他们了解到症下的观念 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健康 吉他林宏碧 柴宏报道